因為深夜繼續在擴大採檢中 那其中有一位行員是在指揮中心 新聞稿宣布之後 那麼也確定確診 另外有一位匡列的家人 那麼也確診 那這兩位還沒有暗號 不過也算同一個群聚感染 那因此 他的感染人數是 12加1再加1 昨天這個聯邦銀行 健行分行的群聚 這個感染的事件 我來說明一下 整個處理的過程 那麼 這個傳播鏈的源頭是 這個確診的居服員 那他在1月9號確診 我們回溯他的 這個足跡 那麼 1月4號他有到過 聯邦銀行 健行分行來開戶 那因此按照規定 那麼聯邦銀行健行分行的員工 必須做自主健康管理 那 其中 有一位 在這個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那因為做快篩 那陽性 那因此由衛生局安排做採檢 那我們第一輪 那麼先安排3個 這個 有若干症狀的來採檢 那3個確診 那接著擴大到行員 包括警衛 以及清潔人員 那麼一共 是這個30位 那麼安排了採檢 那昨天 到 晚間 那麼增加9位 那麼確診 那不過因為深夜 繼續在 擴大採檢中 那其中 有一位行員 是在指揮中心 新聞稿宣布之後 那麼也確定確診 另外有一位匡列的家人 那麼也確診 那這兩位還沒有暗號 那不過 也算同一個群聚感染 那因此 他的 感染人數是 12加1 再加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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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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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